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邀请经济部国画社举办末运野去国画展 展出的期间从即日起到9月27号为止 邀请喜爱艺术的民众一同前往欣赏水墨之美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本季邀请经济部国画社举办末运野去国画展 经济部国画社学员主要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演习国画 虽然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多年来也培养不少学员对国画的兴趣 到现在有些学员虽然已经退休还是持续参与 我感觉整个会因为这样子会提升我们的讨厌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可以在工作很忙碌的时候 我也可以拥有一个找到自己的兴趣 我蛮羡慕人家就是可以画一幅大的作品 然后放在那个展场上面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有很强烈的欲望来参加这个国画社 我比较喜欢国画的意境水墨的意境 所以我会加入而且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 经济部国画社是聘请享誉国际的赵松云老师指导 由于研习时间不长 因此老师透过自然简易的方式 带领学员轻松作画 共同学习笔墨之美 而学员主要是以山水花鸟为题材 里南派写一画风作品清雅精致 从那个简单的基本笔法四君子 梅兰举足开始跟老师学习 在课堂上学习 对然后当初其实一些简单的笔法 看来很简单 但是我可能一片竹叶我要画了两三个月 才画出那个竹叶的那个形态 我学到老师蛮多的那个画写意方法的那个技法 然后还有就是水墨浓淡去调整的那个方式 那还有就是那个颜色的拉捏 我没事的时候我那边画 画完了然后我就自己挂着那边自己欣赏 觉得还不错 然后画久了慢慢你会觉得你有进步 无形中的进步 新店地震事务所主任廖居荣表示 地震一直致力于提升民众洽工 与同仁办公场所环境品质 这次的水墨画展让地震增色不少 也让大家可以接受艺术陶冶 水墨的作品其实都栩栩如生 不管是动物的画作或是花鸟的画作 那其实带给我们都有不同风格的感受 那也提升我们的艺术的气息 另外新店地震也欢迎各界艺文工作者 艺术团体以及学术单位 可以踊跃到地震展出 让艺术更贴近民众生活 记者陈平张门奇新店采访报道